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进食进入第四天激起了民众的反核声浪 昨天晚间在凯达格兰大道用烛光排出了大大的命字 象征守护林毅雄也守护代代子孙的生命 艺文界也串联联署支持反核 导演马智翔说他是相当的钦佩林毅雄先生的情操 昨晚导演柯一正也说要坚持反核直到事情解决为止 将蜡烛排成大大的命字象征守护林毅雄和台湾后代子孙的生命 民众手拉手起聚凯达大道 绿色雷射光束射向中通府 上前民众唱着岛屿天光传递反核心声 导演马智翔也持续关注反核行动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操会让你知道自己会失去性命 而用这种方法去跟人家拼命 一来是觉得很难过啦 二来是觉得我非常非常敬佩他会做这个举动 前天FIR成军十周年也在官方脸书写道 本来应该好好庆祝的心情却依另一件事情而冷却 那就是何死何死 敢佩林先生用生命唤醒大家 希望有权利的一方能倾听 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我想这是我们最好的十周年生日礼物愿望 我们决定在这里 今天晚上不走 明天晚上不走 后天晚上我们也在这里 那我们一直到事情解决为止 导演柯一阵发起活动 英文界串年迟迟反核 数十位英文界人士昨晚现身自由广场 台下上千名民众响应尽住 一同坚持反核理念 新唐人有台地区台湾台北采访报道